要检查一下你的Android SDK Manager 里面有没有你的APIS 我刚刚讲过 可以到这里面检查一下 在视窗喜好设定里面 找一下Android 确定一下有没有 我建议书上是用15的版本 是用Android 4.01的版本 我比较建议暂时还是先不要用太新 会有蛮多问题存在 你可以找2.33的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请你 新增一个新的Android App 一个APP的Project 名称的话我们叫做 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名称 我们Test的名称好了 比如说就是叫Google的 Google Map 1 那我已经有一个 Google Map 1底线2好了 那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之前我们都直接都是用APIS的版本 那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是要在里面要利用Google Map的元件 所以请务必要选择下面这一个 那上面跟下面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 实际上这个跟这个只是这个底下这个多了APIS APIS就是它的一些application interface 就是相关的比如说上Google Map这些元件 在下面这个版本有上面这个版本没有 所以我们请你选一定要选这一个 然后这边的话就选2.33就好了 按下一步 OK 那这边的话按下一步 直接按完成好了 OK 然后呢 直接我们产生一个新的专案 那产生一个新的专案之后呢 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我的地图在这上面显示上来 那首先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新的专案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打开来 这边多一个 OK 好那这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请各位把那个 建议是把里面的这一个relative layout 先把它change layout好了 也是一样把它改成linear layer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来请你切换到这个XML模式